嗨 各位伊甸好朋友大家好 那今天呢 來到我們好久沒有來的一個 土庫的一個園區 那今天過來 看了一下有點傻眼 你看我們這一棵楊梅樹 非常 已經非常高大的楊梅樹 每年都會長果 那去年呢 長了非常非常多的果實 那大部分呢都長在我們 中間底下這一段 那 去年長果之後 我這邊呢可以留了很多 的枝條 往側邊的枝條都是 今年會長果的枝條 那今天來看了之後 有點傻眼 全部被剪掉了 全部被剪掉囉 我心好痛啊 原本這邊的枝條 全部被剪掉了 剪的地上都是 我們這個地呢 這個地前面有做個圍牆 把它圍起來就是不想要 讓閑雜人等喔 進來破壞 結果你看 被剪掉了 天啊 為什麼會被剪掉呢 來我們看一下隔壁的房子 為了安裝冷氣 那大家知道為什麼被剪掉了吧 隔壁的房子為了安裝冷氣 擅自闖到我們的土地裡面來施工 那也沒有知會我們呢 就在這邊做施工 沒關係施工也無所謂 但是他剪了我一大一大半的 這邊一半本來已經長這邊的 今年的結果枝條 心好痛啊 像我這種愛樹曾吃的人心好痛啊 這一棵楊梅樹 是我說果樹裡面幾乎是最矮的一棵 他產的楊梅是非常的好吃 很好吃的楊梅 今年的很多的結果枝 都被這樣子從莫名其妙要剪掉 他就是為了要有一個通道 讓他可以走進來 可是這是一個密閉空間 這是我的土地密閉空間 前面有座圍牆有座門 他們自己開門 自己進來 自己撿我的樹 為了就是安裝這冷氣 心好痛 剛剛去跟隔壁的 隔壁的 因為隔壁是一家音樂教室 那 在那邊職業的也是租人家房子 但是工人是他請的 我就跟他告知了一下 以後不要再有這種狀況 因為我不想 不想跟他們計較 就跟他說以後不要再這樣子 因為我們裡面的這些樹 每一棵都非常珍貴 像這麼大顆粒一棵楊梅樹 我想價值 價值在人家心中 但市價這樣一棵楊梅樹已經好幾萬塊了 這跑不掉 你看他的 他的這個樹 樹頭 已經多粗了耶 我的手掌是很大的手掌 也很粗的 留著 結果汁竟然這樣被他剪掉 心好痛喔 為了這棵楊梅 我也犧牲了隔壁的這棵 玉核爆荔枝 除了玉核爆荔枝 因為他有荔枝存向之外 他影響到我們羊梅的一個生長 所以我犧牲了荔枝成全了羊梅 結果這樣一大片 好這樣 這麼多的羊梅的枝條 都被剪丟在地上 這樣的枝條 明年的結果量 蠻可觀的 都被這樣剪掉了 真的是很心很痛 再看看吧 那這棵是我的樹葡萄 這棵樹葡萄也很會生喔 也很會生 也很大 也很大 我要考慮前面的門 要不要用個鎖把它鎖起來 可是用個鎖鎖起來 如果隔壁他要施工 要做什麼事 又有點不近乎人情啊 所以我並沒有把它鎖起來 但是基本上要互相尊重 給他們方便 應該要互相尊重 唠唠叨叨 隨便抒發一下 剛剛已經跟他們告知了 算了 希望下次不會有類似的狀況 如果還有類似狀況 我應該要把它鎖起來 OK 隨便叨叨了一下 不好意思啊 打大家當我的垃圾桶 好 就這樣子啦 掰掰